中了一只新股上市之后涨了10倍 很开心是吧 可能有人会说了 这个是市场活跃的标志 但很遗憾的是 新股疯涨的本质 是A股定价机制的失灵 不要忘了现在是注册制时代 发行价市场化 那么新股暴涨之后 接下来一定是新股高价发行 加速抽血 让二级市场更加没法活跃 结果呢 就是除了圈到钱的公司之外 A股股民国家都输了 这周五呢 上市了一个新股叫做百通能源 公司在江西的 主业呢 是给各个工业园区提供集中供热服务 那作为传统行业 其实这家公司放到整个A股来看 也算不上什么特别突出的 但是呢 人家上市首日的表现 可是相当的突出啊 发行价4块5毛6 上市第一天 居然最高就涨到了49块4 涨幅达到983% 一天涨了接近10倍 当然了 这个是市场博弈的结果 完全合法 非常正当 但是合理吗 前段时间呢 A股连续下跌 股民朋友亏损累累 所以呢 监管层出台了很多活跃资本市场的政策 比如说减免交易手续费 要求券商降佣金 连15年没动过的印花税都给砍掉了一半 又比如放缓了IPO的节奏 把一些争议大的公司都挡到了上市的门外 像浙江国祥浮华化学那些什么的 甚至呢 国家队都直接入场了 买四大行的股票 买ETF等等 费了老大的劲儿 好不容易才把A股拉回了3000点 可是没想到这又出来幺蛾子了 这新股节奏一放缓就迎来了蒙潮 拿这家百通能源来说好了 它所在的行业平均市盈率22倍 公司发行价21倍 结果这一通暴涨之后 公司的市盈率直接被干到200倍去了 虽然收盘的时候跌了点 但还是有130倍的市盈率 是啊 中签意味着暴利 但是接下来呢 新股暴涨之后始终是要价值回归的 然后后面等待上市的公司会不会就觉得 呀上市能涨这么多呢 那我干嘛不把发新价定得高一点呢 成交商也很开心 反正二级市场有人愿意买 超募还可以多拿提成 我们刚刚把浙江国祥浮华化学给骂回去了 可是没想到现在很可能会有更多的国祥 更多的浮华跑过来 暴力的驱使下这是一定会发生的 还有啊 询价的机构们会怎么想 新股这么赚钱 报再高度能转手赚钱 那根本就不用看估值了 只要考虑怎么能够保证入围就行了呀 那所谓的专业化定价 不就成扯淡了吗 这事在浙江国祥的身上不是已经发生了吗 明明人家公司自己只需要募资7个亿 但是机构非要送他23个亿 再有啊 就是这个二级市场怎么办呢 新股上来就涨10倍 可是新股最开始几天又不记录到指数里 等到纳入指数的时候 正好开始下跌价值回归 那指数还涨个啥 上市公司高价发行圈走的钱 基本上不会再回到二级市场上来 那结果就是新股涨得越猛 后面的新股发行价越高 对二级市场的抽血也就越狠 咱们发行新股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实体经济 可是目前的这个情况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啊 对A股没有好处 对股民没有好处 对国家也没有好处 只有少数的公司和保健人活益 这不是扯吗 只用了四年的时间就赚到了5700亿 然后呢又用了两年 又把自己干成了锒铛入狱 华人首富赵长鹏 把自己变成了传奇 也搞成了世界的敌人 最近他在美国的法庭上接受了43亿美元的罚款 成为了加密货币刑事案件有史以来最大的罚款 2021年的11月 比特币涨到6.9万美元 那作为世界最大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币安的CEO 赵长鹏的身价一下暴涨到了5700亿人币 登顶华人首富 但如果你以为赵长鹏 只是靠着过人的能力拥有的这一切 就天真了 因为虚拟货币的交易从来都是灰色的 他让各国的监管都十分警惕 赵长鹏呢 1977年出生于江苏 11岁的时候跟着父母移民了加拿大 大学读的计算机 之后呢 在东京交易所美国彭博社都干过 很年轻就干到了高级职位 2005年赵长鹏到了上海创业 专注于开发高频交易系统 但这事对他来说呢 还是太平庸了 2013年 他孤注一掷 卖掉了上海的房子 全部投入了比特币 17年 加密货币的价格大涨 吸引了几百万的新投资者 赵长鹏看到了机会 就在上海创立了自己的交易所 币安 上线三个月呀 净利润就750万美元了 堪比印钞机 当时一堆的投资机构都是排着队要给他钱 短短八个月之后呢 币安就崛起 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但是呢 好景不长 后来呢 各国家纷纷对加密货币提高了警惕 中国是彻底清理了这个行业 币安就跑到了日本 没有呆几天 日本也不让呆了 又跑去了美国 美国又不让呆了之后呢 又跑到了英国 英国之后是新加坡 然后是马尔他乌干达迪拜等等 看着虽然是挺狼狈的 但是币安却从小鬼跑成了巨瘦了 拥有用户9000万 上限了600多种数字货币 咱们一股一天只交易4个小时是吧 人家币安是24小时连轴转 鼎盛的时候呢 光是每天的交易额就达到了760亿美元 约合5000亿人币 上交所一天的交易额都没有这么多 赵长鹏还有一个情人家搭档叫何一 以前呢 在国内几家电视台当过主持人 他也是币安的CMO 他在朋友圈里找商务是怎么找的呢 要求就是美 胸大 00后游家 会聊天 你说爆发户们能不喜欢这种商务吗 到了2021年 赵长鹏的身家达到了900亿美元 成为华人首富 还进入到了全球十大富豪的行列 但后来呢 由于这个比特币的价格急剧下跌 赵长鹏的财富又蒸发了大板 2023年 赵长鹏的成功面纱被美国司法系统给撕了下来 美国政府对币安提出了三项指控 洗钱 非法经营汇款业务 还有违反美国制裁法 检察官说呢 这个币安在2018年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拥有几百万的美国用户 但是没有设立检测洗钱计划 2020年 美国用户已经占到了币安总用户的16%了 超过其他所有的国家 但是币安却刻意的把美国用户划分到未知地区 以逃避美国反洗钱法 那么币安让用户非法洗钱到底这些钱去了哪里呢 检察机关说 一类呢就拿去支持了美国制裁的一些组织 比如说像俄国冲突啊 还有这个哈裔冲突等等的战争 币安公司成了一些组织的地下钱庄洗钱通道 其中还包括有哈马斯下属组织 巴勒斯坦 伊斯兰圣战组织 基地组织等等 此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恶劣形势犯罪 像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说了 币安故意失职 让资金通过他的平台流向了那些恐怖分子 网络犯罪分子 还有虐待儿童者 赵长鹏承认了这个洗钱的罪名 币安会支付43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赵长鹏也会退出币安的管理层 只保留股份 但是这还不算完呢 因为币安还没有和更加有权势的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和解 这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简称是SEC 他认为币安交易的是证券 但是币安认为他们只是一种特殊商品 那一旦SEC的说法被认定的话 罚款的金额会比43亿还要多得多 那么在赵长鹏这个事件之后 短期看加密货币的价格波动 可能会更加的剧烈 而长期看加密货币市场 可能会更加的规范 会减少非法交易和洗钱的风险 之前当OpenAI CEO 奥特曼被自己创办的公司罢免的时候 赵长鹏曾经评论说 何时对自己创办的公司放手 是最艰难的决定之一 雨期间颇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 但是听起来有点讽刺 这年头是没钱痛苦 有钱可能也挺痛苦的 为啥这么说呢 存款利息在降 房价在降 股市在跌 基金也在跌 有钱都不知道还能放到哪里去了 但是在今年这么拉胯的行情下 竟然也有基金表现的还不错 比如红利低波策略 像跟踪中正红利低波100指数的 天红中正红利低波100指数基金 自2019年成立以来是每一年都实现了正收益 截止到10月16号 它今年以来的涨幅也超过了14% 而且呢 这个基金挺有意思的 我们通常认为 价值投资一定要稳健持有 但是这个基金给出了不同的交易模式 就可以值得我们借鉴一下 首先了解什么是红利低波策略 就是为啥这个策略能有这么稳定的表现呢 其实关键词就是红利和低波 红利呢 很好理解就代表的是高分红的股票 很多投资者不是都喜欢买高分红的股票吗 因为在市场不好的时候 它的表现会相对的稳定 就算股价跌了 至少还有一份股息收入嘛 而且呢 像这种分红慷慨的公司 一般都是行业里的龙头 国企央企什么的 能赚钱 现金流很好 又不需要再投入大量的钱去进行研发和生产 所以呢 才有钱分给股东们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银行 很多人买银行股 根本就不图它大涨 就图它的高分红 把银行股当成理财产品来买 那至于低波 代表的就是股价波动比较小的公司 这样的公司呢 通常是历史业绩和估值比较的稳定 而红利低波100指数 就是从两市中选100指这样的股票构建的指数 这个指数里面 持仓占比高的都是像银行啊 交通运输啊 非营金融等等的高股息低估值的行业 那这种策略的操作思路 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鉴了 那就是我们的投资得与市场的风险偏好保持一致 怎么判断市场的风险偏好呢 主要看两点 一个是看无风险利率 这个主要就是看美债十年期收益率 它越高的话代表资金能获取的无风险的收益越高 因为既然没有风险的收益都很高了 那资金自然会对有风险的资产有所厌恶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看经济增速了 在经济好的时候 到处都是投资机会啊 人们肯定会更加倾向于获得公司高成长的回报 而当经济一般的时候呢 人们就会更加保守了 就会倾向于选择估值低分红高的资产 所以说呢 高分红策略就是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 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而即便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在现在这种资产荒的背景下 红利低波策略也能够通过 投资那些基本面好波动低的股票 当投资者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股息的负利收益 整体的风险收益预期会高于固售基金 又低于权益类基金 就比较适合在资产的配置里面 用来打一个底仓 而且红利低波不代表重仓股会一直不变 它有季度调仓机制 季度性的调出那些波动大的 盈利能力预期低的股票 相当于季度性的止盈止损 所以呢 大家看到策略也存在着长期的稳定性 如果您觉得自己选不准这种高分红低波动的公司 那就直接买基金就好了 支付宝搜索天红就可以看得到 最后要提醒啊 任何策略都不可能长期跑赢 红利低波策略也不会一直都有优势 当市场的风险偏好上升 出现普涨的时候 红利指数也会阶段性的跑步赢大盘 但是呢 长期的稳健风格还是比较客观的 就比较适合作为底仓配置来看风险 前天上车 昨天上杠杆 今天上征信 明天上天台 现在的A股就是这样 彻底裂开了 今天大盘5000家带涨 中正1000大跌5.8% 中正500大跌4.7% 那这两兄弟有啥共同点呢 他们都是雪球敲入的重灾区 比如说中正500的4600到4900点 这是雪球敲入的密集区间 规模大约950亿元 今天就被放了鞭炮了 它每往下砸一波 就有大笔资金被迫卖出 形成新的做空力量 那雪球产品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为什么会加剧大牌的下跌呢 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清楚 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 其实雪球呢 是券商发行的金融产品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张赌约 压住某个标的的波动区间 这个事情怎么来理解呢 好比你老婆现在体重100斤 她不想再长胖了 就给你设了个赌局 她的目标是要一年内减到80斤 并且绝对不能超过103斤 好游戏开始 你交给她100块钱的押金 如果她某个月涨到了103斤 就会把押金退还给你 结束这个游戏 而且呢还会另外给你20%的年化收益 注意哦 是年化 假如她第三个月就涨到了103斤 那这个时候你只能赚到5块钱的利息 这个就叫做敲出 但是她的体重只要有一天减到了80斤 就会触发敲入 当敲入发生的那一瞬间 你的收益就从约定年化20%变成了按精算钱了 最后指数涨跌多少 就有多少的盈亏 一年结束之后 她减掉多少斤就亏多少钱 除非她最后又反弹到了103斤以上 然后呢就会按照敲出计算 再给你20块钱的利息 那如果说在一年里面 她的体重既没有超过103斤 也没有低于80斤 既没有触发敲入 也没有敲出 那就还是要给你20块钱的利息 可以看到这个游戏的设计非常诱人 有很多种的情况 但只有出现一种情况 你会大幅的亏钱 那就是她真的减费成功了 一年后到了80斤以下 而雪球产品也是一样的 只有标的持续下跌到结束 投资者才会有亏损的可能 可现在呢就正是发生了这种情况了 更重要的是有很多雪球的产品 它是保证精致度 也就是带着杠杆的 如果是四倍杠杆的话 那么亏损25%就血本无归了 在敲入的密集区间 爆仓盘跟恐慌盘一起杀跌 就加剧了股指的跌幅 其实我并没有用过这个雪球产品啊 刚只是举了个例子 票息价格线什么的都没那么准确 我也是在咨询了券商的朋友之后 简单的帮大家梳理了一下产品逻辑 反正总结下来呢 这个雪球产品就是一个 大概率赢小钱 小概率亏大钱的赌局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加了杠杆 想要放大概率优势 但是呢我还是不建议 普通投资者沉迷于这种概率游戏 因为毕竟从理论上来看啊 赔率属于设计者 我们来看啊 我们来看啊 我看一下 我们来看啊 我们来看啊